本計畫的題目是建構高準確度與高效能的海岸變遷模式之整合系統 那這邊由建工校區楊振鴻教授、齊金校區謝志銘教授與我、第一校區曾世環一起共同主持 OK 那這次的計畫是為了要改善傳統測量海岸線變遷的方式 希望能節省時間成本能力的效益 那因為今年氣候變遷,齊金海岸的現況侵蝕是為重要的原因 高雄港擴建一些計畫、碼頭開發影響了齊金海岸非常嚴重 所以希望齊金海岸的海岸侵蝕的家具的部分能透過這個計畫能做一些改善 好 那這邊我們稍微介紹一下我們透過影像分析的方式還有處理的方式去分析一下齊金海岸線的變化 那本研究是利用一些Google Earth的功能取得齊金歷年的衛星影像資料 那進行影像分析後取得碳線變化 然後藉由碳線變化去探討齊金海岸防護工程的成效 這邊的話會根據研究文獻提供的工具 使用者可以依據經緯度決定衛星要擷取的影像範圍 當從Google Earth Engine取得衛星影像後 為了提高海岸線偵測的效率跟準確度 會先進行影像前處理 那方法分別包含雲層去除跟全色圖像銳化局降取樣 那雲層去除的目的是為了降低之後再進行分類的時候 誤判成白色泡沫 海浪的部分 那全色圖像銳化跟降取樣目的是為了增強影像特徵 可以獲取更好的海岸線偵測表現 那海岸線的特徵則是使用了監督室的機器學習方法 採用了多層感支器的演算法 也就是所謂的深度學習 將海岸線的特徵分為海水、海浪 就是白色泡沫 然後還有沙岸跟海岸線 那之後將這些辨識的結果 依據時間序列標示海岸位置 那可以分析海岸線的變化 作為攤線防護工程的參考 好 那這個部分在未來的發展就是透過衛星影像 可以分析說人工的one out的前提跟離岸提 還有離岸前提可以知道說他們現在的變化是怎樣 然後這些防護工程要做怎樣的參考 以顯著減緩期經海岸牽涉的現象 OK